你有没有思考过现实中是否存在我们肉眼无法看到的东西 是否有一个你看不到摸不着的超越物质世界的现实 你又是否知道第五维度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探究这种精神的现实 这个灵魂的旅程 它不仅仅是理论 而是关于意识的深刻转变 首先请想一下 什么是维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少维度的宇宙中呢 第五维度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维度都是什么样子的 一维就是一个点 没有延伸和扩展 二维开始有长度 有宽度 但只是一个平面的东西 比如我们看的书 每一页纸都是二维的状态 三维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这个世界 有长度 宽度 高度 这些都是我们肉眼能看见的立体的东西 在三维空间里 我们可以前后 左右和上下的移动 而四维 则是在三维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间 但时间只是一个概念 我们是无法用眼睛直接看到的 它赋予了事物运动和变化的概念 我们只能看到低维度的东西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一二维度 却看不到四维 如果我们能上升到四维世界 那么我们就能像看视频拖动进度条一样 去看现在的三维世界 四维世界的我们越来越意识到 我们其实并不只是我们能看到的这样的一个人的存在 而是人加灵魂 这样综合的存在 上升到这个维度后 我们越来越在意自己内在驱动的过程 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但还是有很多人仍是在以改变自己 来获得更多外在的结果 这个层次的我们会开始使用意识的力量 比如吸引力法则 但可能还有些笨拙 可能显化的速度或者结果还不理想 那五维度又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们看看杜罗利斯怎么说 他是一位著名的作者和临床催眠治疗师 他通过前世回溯和催眠治疗 揭示了第五维度 以及我们如何认识到自己是否真的生活在其中 下面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第五维度它不是一个物理空间 而是一种意识 超越了有形的维度 是不受任何束缚的领域 它没有时间的限制 在这里 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存 时间是流动的 你生活在永恒的状态 这是一种超越物理界限的意识 在这里 你与宇宙能量相连接 以其最纯粹 最充满活力的形式体验生命 回想一下你的童年时光 那最早期的记忆 那使得你有无穷的想象力 对每一个新发现都感到快乐和惊喜 那个时期的我们更接近第五维度 这种更高的意识状态 作为孩子 我们自然地适应着这个充满无尽可能的世界 没有成年人的限制和负担 那个时期的我们相信梦想的力量 相信看不见的美丽的魔法 我们的心是开放的 思想是自由的 我们与生命更深层面地保持和谐 但随着我们慢慢长大 社会使我们越来越关注有形的物质 我们逐渐远离了那种自然状态 但事实上 那种更高的意识并未真正地离开我们 它仍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等待着被重新发现 那怎么能知道 你是否到达了这种更高的意识状态呢 它并非总是一夜之间的改变 这通常是一个渐进的转变 第一个标志就是统一的意识 你开始感受到 与所有生命形式的深刻联系 从你周围的人到自然到宇宙 这是一种统一感 你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分离的概念消失了 你将深刻地改变对世界和其他生命体的看法 同情心成为你的本能 你会更容易同情他人 理解他们的挣扎 并提供无条件的支持 第二个标志就是直觉和灵性意识提高 想象一天醒来 你深刻地感觉到你的内在发生了变化 你与内在的自己更加和谐 好像一层面纱已经被揭开 你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直觉和灵性意识的领域 在第五维度中 你的意识扩展超越了第三维度的限制 你的直觉能力也达到了新的高度 你会注意到你的内在引导变得更可靠 像指南针一样 指引你朝正确的方向前进 你可能会经历深刻的梦境 那是来自宇宙的重要信息 这些梦境可能是象征着某些事情 为你提供宝贵的指引 它们是你的灵魂与你的意识之间的交流 你甚至可能在冥想或梦境状态中 遇到更高维度的存在 你的心灵感应 心灵交流的能力也可能会增强 你的直觉会更加准确 曾经看似困难的决策会变得简单 因为你相信你的直觉 你可能会无需言语 就能接收来自他人的信息 你也越来越能自发地理解那些复杂的思想 也可能会拥有通过心灵感应 向他人发送信息的能力 你的愿望更容易实现 宇宙更容易响应你的愿望 与你同步 使得巧合现象屡见不鲜 你所关注的事情 会以更快的速度和精确度显现出来 这些能力并不只属于特定某些人 它是我们所有人与生俱来的 生活在更高的意识状态中的你 更容易调用这些能力 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保持平静 并愿意聆听你内心的直觉 第三 时间感和巧合现象 迈向第五维度最引人入生的一点就是时间性质的变化 在第三维度 时间是线性的 是不可改变的 但在第五维度 它具有不同的特质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不再受到线性时间的限制 过去 现在和未来融为一体 你会经历无时间感的时刻 在那些时刻里 过去和未来的忧虑变得微不足道 你会牢牢扎根于当下 起位每一次呼吸和感觉 巧合现象 那些无法通过逻辑解释的有意义的巧合 会在你生活中经常发生 就好像宇宙正在悄悄地引导你前进 你会发现那些适合的人 机会和事件 总是能恰逢其时的出现 仿佛这一切都是被安排好的 第四 优先级的变化 当你踏上迈向第五维度的旅程时 事情的优先级自然会发生变化 曾经你关注的物质追求变得微不足道 外部成就和财富逐渐失去了对你的控制 物质欲望和社会压力对你的影响开始变小 你开始寻求更深入更充实的体验 你会被那些滋养你的灵魂 并有益于人类整体利益的事情所吸引 此时 你的人际关系不再只是你能从他人那里得到什么 而是和他人共同成长 在彼此的旅程中学习和分享 你已经从我能为自己获得什么的思想转变为 我应该如何帮助并提升他人 你开始理解真正的满足是来自你的内在 来自你与他人的有意义的联系 你开始注重每个人的本质 就是超越表面特征的灵魂 第五 治愈和转变 在第五维度 过去的伤痕都受到了爱的承认和释放 为精神成长和自我实现释放了空间 治疗的过程涉及到你的每个层面 包括身体 情感 心理 和精神 曾经困扰你 让你束手无策地过去开始浮出水面 但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困扰你 而是为了被拥抱和转化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被吸引到能量疗愈方法 冥想 或其他促进深层愈合的方法中 当你放下旧包袱时 你会感到轻松和解放 这是一种深刻的转变 生活在第五维度并不意味着没有挑战 而是改变了你对待他们的看法和反应 它会改变你感知和应对挑战的方式 在这高度的意识状态下 你会明白挑战不是障碍 而是成长和学习的机会 遇到困难时 与其恐惧或沮丧 不如冷静地面对 你的视角变得更大 你能理解每一次的经历 无论多么困难 它都在你的这段灵魂旅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使你变得更从容 更勇敢 此时的挑战变成了引发转变的催化剂 推动你更深入地挖掘你的内在的力量和智慧 第六 无条件的爱 以心为中心的生活 这是第五维度的核心 是第五维度中最纯粹的表达 它超越了第三维度所有限制 在第五维度中 爱 同情和宽恕 不仅仅是理念 而是你存在的本质 无条件的爱 无条件的爱是一种从你灵魂中流淌出来的爱 在第五维度中 你的心是敞开的 爱自然而然地从你身上散发出来 你会发现你更有能力爱自己和他人 你的言辞和行为充满善意和同情 想象一种生活 其中每一个想法 行为 都是在爱的引导下完成的 仿佛你的心曾经只局限在你的生活的一小角落里 现在却能无处不在 这是一种自由给予 而不期待任何回报的爱 这是一种宽恕的爱 可以治愈并连接一切 此时 宽恕成为第二天性 因为你明白 抱怨和怨恨 只会阻碍你自己的成长和内心平静 你释放了过去的重负 拥抱宽恕带来的自由 你不再根据差异来评判他人 而是欣赏和赞美每个灵魂的独特性 你明白每个人都有他们独特的旅程 不论是否与你的一致 你都尊重他们的道路 那如何增强这些能力 如何到达第五维度呢 到达第五维度 并不是我们真的搬到哪一个地方 它是一种内在的转变 是一种重新唤醒生活深度和丰富性的过程中发生的转变 这是一段灵魂的旅程 这段旅程中 我们要培养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 对新的观点持开放态度 放下欲望 用爱 同理心和理解来驱动我们的生活 同时 练习正念和冥想就很重要了 它们有助于平静你的内心 你的思想 让你能够听到内心的声音和感知周围微妙的能量 相信这种内在引导是驾驭第五维度生活的关键 当一个人踏上通往第五维度的旅程时 全球都在发生一种集体的转变 这种转变不仅仅是个人的转变 更是人类集体意识的变化 这个全球性的转变的特点 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相互之间的联系 并朝着更有同理心的 更可持续的发展 以及更和谐的生活方式迈进 这个全球性的变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但它正在进行 并慢慢引导我们走向第五维度的世界 第五维度并不遥远 而是一种我们可以积极选择和培养的存在状态 它提醒我们 我们有能力超越第三维度的局限 并拥抱一个充满了爱和幸福的现实 现在正在看视频的亲爱的你 请仔细想一想 你自己生活中是否出现过这些迹象 你准备好拥抱第五维度 并为人类的集体觉醒做出贡献了吗 让我们一起享受这灵魂的旅程吧 让我们放下那些低频能量 倾听内心的声音 用爱去拥抱世界 让我们的灵魂从梦中觉醒吧